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偷牛人的转变 由牧民族的生活是逐水草而居 随着四季的变换 它们如同那些随时要迁徙的候鸟 而牛车则是它们迁徙时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之一 爸爸 你看啊 巴根老婆家的那几头牛都老成什么样子也不卖掉 你知道什么呀 巴根他们夫妇俩无儿无女 他们将这几头牛看作自己的家庭成员 尤其是拉车的那头状牛 巴根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呢 巴根老婆 我刚进了一些面粉 你要不要买呢 我们的面粉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应该买一些了 我们现在哪里有钱买面粉呢 等到了新草场再说吧 要走到新草场 少说还得半个月 巴根老婆 你车上剩的那些面粉 能支撑半个月吗 没钱没关系 你这不是还有牛吗 用它来换我的面粉怎么样 用我的牛来换面粉 那可不行 他们都是我家里的成员 我怎么能用他们来换食物呢 真是个倔强的老头 你不要打巴根家牛的主意了 他宁可自己每天少吃一顿饭 也不会卖掉他们的 真是搞不懂 这个老头在想什么的 迁徙去新草场的路程很远 到了晚上 便会找个地方搭起帐篷过夜 而一些好意勿劳的偷牛贼 便会利用这个机会 在夜晚来偷他们的牛 老头子 家里的面粉真的不多了 唉 那我们这几天就省着吃吧 也只能这样了 明天我看看 能不能找到一些可以吃的野菜 来补充一下 对呀 将野菜混在面饼里 也是很美味的 这会人家可真穷啊 竟然就只有这么几头老牛 这样又老又瘦的牛 能卖几个钱呢 哦 没想到还有一头大壮牛 这头牛可是能卖个好价钱 嘿嘿 巴根 你快出来啊 出大事了 啊 出什么事呢 我们的牛 我们的牛不见了 真是可恶 看来 昨晚偷牛贼来光顾了 我们家可就那么一头壮牛 可恶的偷牛贼 这样做是要遭到报应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家的那头壮牛 被偷牛贼给偷走了 难怪昨天晚上 我们的狗在不停地狂叫 那应该就是有偷牛贼 想要靠近我们家的牛群吧 一定是这样的 如果昨晚不是因为狗叫声 吵醒了我俩 那偷牛贼很可能就偷走我们的牛了 没错 多亏我们醒来后出去查看了一圈 不过这偷牛贼真是缺德 竟然偷了巴根老伯家的牛 牛丢了 我并不心疼 如果偷牛人能将它饲养起来 我也就放心了 我担心的是 它会不会被偷牛人宰杀的 哦 巴根老伯对那头被偷走的牛很是挂念 于是便日夜都在为那头牛祈祷 祈祷它能够平安无事 很快 巴根老伯的这件事情便在慕名间传开来了 没错 就是那个丢了牛的巴根老伯 之前我让他用牛来换我的面粉 可他说什么都不愿意 现在可好 牛竟然被人偷走了 巴根老伯简直把家里的那几头牛啊 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那偷牛贼也实在可恶 偏偏偷他家的牛 而且偷的还是他家那头最强壮的 他被偷的 是额头上有巴掌大一块白斑的那头牛吗 没错 就是那头牛 这么说来 那偷牛贼也真是缺德 巴根老伯一家的生活 可全靠那头牛了 难怪他天天在家祈祷呢 可是祈祷又有什么用 被偷走的牛还能送回来吗 我也听说了 巴根老伯天天在家 为那头牛祈祷 不过他可并不是祈祷自己的那头牛能回来 而是祈祷那头牛不要被杀掉 没错 巴根老伯的确每天都在祈祷那头牛 千万不要被宰杀掉啊 你说巴根老伯丢的那头牛额头上有一块巴掌大的白斑 是啊 这特征很好认的 你们要是谁看到了 一定要帮巴根老伯找回来啊 我担心 偷牛贼因为这牛的特征太明显 会将其宰杀掉的 有道理 偷了一头有那么明显特征的牛 的确很棘手 养着的话 万一被牛主人发现了 可就糟糕了 所以那头牛贼很可能已经将那头牛给杀掉了 弟弟 前几天我看到你这里有一头额头上有一大块白斑的牛 你给我说实话 那头牛是不是你偷来的 是啊 每年迁徙的时候 我们不都会这样做吗 弟弟 过去我们太穷了 没有办法才去做那偷牛的勾当 现在我们生活好了 你怎么还偷人家的牛啊 那天我去朋友那里喝酒 回来的时候 碰巧看到了那头牛 于是就顺手牵回来了 弟弟 你知道偷的那头牛是谁家的吗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那个叫巴根的老头家里的吧 因为我偷走这头牛没几天 就听说 那个巴根天天在家里为那头被盗的牛祈祷 没错 那头牛就是他的 那头牛现在在哪 我看还是给他送回去吧 那头牛已经被我宰杀了 你说什么 你把那头牛给杀掉了 是啊 那头牛上的特征那么明显 我哪里还敢养着呀 唉 要是巴根知道他的牛已经被宰杀了 那该有多难过啊 嗨 你不说 我不说 他怎么会知道那头牛已经死了呢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弟弟 你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偷牛了 好吧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去偷牛了 说实话 我现在也后悔偷了巴根家的牛 因为这段时间 每天晚上 我都会梦到巴根 在为他的那头牛祈祷 菩萨保佑 保佑我被偷走的那头牛平安无事 菩萨保佑 保佑他平安无事 真是奇怪 最近 怎么总做这个同样的梦啊 这段时间 我天天晚上睡不好 一闭眼 巴根的身影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弟弟 不如我们去找巴根老伯 向他认个错 陪他一头牛吧 或许只有这样做 才能让你心安 不再做那样的梦 哥 或许你说的对 这些天 我被那梦折磨得吃不好 睡不好 只要一看到牛 就会想起不停祈祷的巴根 就会感到愧疚不已 与其天天忍受这样的折磨 还不如陪上一头牛去认错呢 嗯 好吧 那我们一起去向他说对不起 就这样 这位偷牛贼牵着自家一头壮实的牛 来到巴根那里认错道歉 巴根老伯 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 哦 你为什么要向我赔礼道歉呢 巴根老伯 你家的那头牛是我偷走的 所以我今天特意带了我家的牛赔偿给你 啊 是你偷的 你把那头牛怎么样了 巴根老伯 真是对不起 我一时糊涂 将那头牛给宰杀掉了 巴根老伯 我知道自己做错了 我愿意用自己的牛来赔偿给你 我们草原上的牧民生活条件虽然恶劣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成为一个作恶多端的人 我们更应该通过我们的信仰 去了解杀生的罪孽是多么的深重 我不要求你偿还一头牛给我 只是要求你学会做一个踏实善良的人 菩萨千百年来对我们的教导 就是要让我们学会 借除不良的嗜好 偷盗打劫 是丧失人性的行为 做一个守本分的人 要比做什么都要强 嗯 巴根老伯 我明白了 就在这时候 不远处传来一阵牛悲伤的叫声 众人寻声跑去 只见一个屠夫正拿着一把尖刀 走进一头被捆绑的小牛 天哪 你这是要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宰杀这头小牛啊 这头牛的后腿受伤了 即便养大了也是头肺牛 所以他主人把它卖给了我 我一个杀牛卖肉的 当然要把它杀掉啊 巴根老伯听后 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那头小牛 那小牛也正用满含眼泪的眼睛 看着巴根老伯和偷牛贼 这头牛你多少钱买的 我买了 你要买这头牛 它的后腿可是有毛病的 没关系的 我曾经犯过错误 杀了巴根老伯的一头牛 所以我想救下这头牛的性命 希望在这头牛的身上 延续老伯那头牛的生命 从而表示我悔改的决心 嗯 就这样 偷牛贼买下了那头牛 并在他耳朵上 系了一根象征自由的红绳 进行了放生 在草原上有这么一条规定 只要一头牛的耳朵上 系有一条象征自由的红绳 那就表示它是被放生的 任何人都不能将其杀害的 巴根 他将我们的牛 偷走杀掉 你怎么还能原谅他 既然他会主动来认错 那就说明这个年轻人的良知还在 如果我不原谅他 他就不会懂得领情 也不会明白我原谅他的原因 而且 即使我不原谅他 我的心里也会不好过 会因为这件事 实时干扰我的生活 我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我原谅了他 也等于是安慰了自己 嗯 原来是这样啊 巴根老伯 虽然丢失了自己心爱的一头牛 甚至结束了他的生命 但是用他的生命 却换回了一个人的良知 换回了年轻人 弃恶从善的决心 这对老人来说 已经是莫大的欣慰了 厨师的反思 餐馆的厨房就像是地狱一样 无数的生灵在此丧命 而让他们丧命的就是那些厨师 黄师傅 你说你要辞职 这是为什么呀 我给你的薪水可不低呀 老板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但这不是钱的问题 哦 那是为什么呢 我不想再从事厨师这个职业了 我想转行 黄师傅 像你这样数一数二顶尖的厨师 竟然想要转行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 要是再这样下去 搞不好我也会像老王那样 哦 黄师傅 你不会也相信那些学佛人所说的话了吧 嗯 没错的 老王是这家餐厅的一位老厨师 他从事这个行业将近三十年了 最拿手的菜就是清蒸活鱼 而且他做的鱼被端上餐桌的时候 鱼嘴还能不停地张合着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清蒸活鱼味道最佳 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样的烹饪方式非常残忍会遭到报应的 果然老王染上了一种怪病 大姐 大姐 王师傅他前几天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病得这么严重呢 是啊 大姐 王师傅他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啊 他这是自作自受 遭到了果报 老王 最近怎么一直闷闷不乐啊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别提了 自从我老婆学佛之后 我都快让她给烦死了 天天跟我讲什么因果报应的事 学佛的人总是想劝说所有人都不要再杀生 大嫂他学佛了 一定是不想让你再做杀生这种行业了吧 可不是嘛 他整天说我每天都残忍杀生 实在是作恶太多 早晚是要遭受报应的 大姐 莫非你说的意思是指 王师傅他因为杀生太多而遭到了果报 嗯 没错 他每天都会烹制清蒸活鱼 一年下来成百上千条鱼都被他残忍杀害了 那么多条生命丧生在他手里 他怎么能不遭到果报呢 大姐 你想的太多了 我们厨师宰鱼杀鸡是很正常的 怎么就会遭到果报啊 是啊大姐 王师傅只是突然发病 哪里就和因果报应给扯到一起了呢 难道你们就不觉着他这病症奇怪吗 浑身突然起了水泡 又痒又痛 而且有时还感到胸闷呼吸困难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像是被关在了蒸笼里一般 不要过来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好痛 痛死我了 不要怕 我在这里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刚刚真可怕 你们怎么来了 不好意思 刚才又做噩梦了 你是不是又梦到了那群被你杀死的鱼来找你索命了 是啊 太可怕了 我梦到那些鱼在不停地咬着我的身体 真是太痛苦了 啊 老王 莫非你得的真是因果病 原本我并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 但这一次的经历 让我确信这个世界真的有因果报应 你们听我一句忠告 趁着果报还没降临 赶快转行吧 不要再杀生作孽了 如果菩萨亲眼看到老王生病的惨状 我也不相信 他那时遭受了果报 唉 他身上的皮肤和那些被清蒸的鱼一模一样 真是太可怕了 黄师傅 这么说你也是学佛了 是啊 我现在也开始学佛了 希望能够弥补自己过去犯下的罪业 黄师傅 你不做厨师的话那打算做什么呢 我现在还没想好呢 说真的 守着油盐酱醋那么多年了 除了做菜 我还真没有什么其他的专长 就是嘛 黄师傅 你改行后日子也不太好过 我们店里黄师傅病了 你要是再走了的话 我的日子也不好过 不如我俩都各自退一步 呃 退一步 是啊 你不是不想杀生吗 那以后宰鱼杀鸡的事就交给别人好了 让我烹饪他们我是做不了的了 我当然不会让你再做那样的菜了 不过黄师傅 你的那两个拿手菜可不能不做哦 黄师傅的两个拿手菜一个是鱼鳞洞 所谓鱼鳞洞就是用鱼身上的鳞片熬制的洞 夏天的时候用它来配凉菜 很受大家欢迎 另一个拿手菜是红烧牛骨髓 这两个菜可都是荤菜 我不能做的 黄师傅 你考虑的太多了 这两道菜虽然都是荤菜 但主要的食材其实都是别的菜的下饺料而已 你想啊 我们店里每天都会烹饪那么多条鱼 而这些鱼的鳞片 即便你不做成洞 也会被丢掉 所以你制作鱼鳞洞并不算是杀生啊 老板 你说的似乎有道理 就是嘛 你的制造菜很受欢迎 而且你用废弃的鱼鳞做菜 根本不算杀生啊 红烧牛骨髓也是一样的道理 牛肉都被用了 剩下的骨头也是得扔掉的 但是你却能取出牛骨中的骨髓 并制作成美食 这也不算杀生造业啊 那好吧 我就继续留下来吧 不过荤菜 我只做这两种啊 当然了 既然你学佛了 我就不会再让你杀生了 就这样 黄师傅在餐厅老板的说服下 又继续留了下来 虽然只负责做那两道菜 但每天也是很忙碌 因为这两道菜很受大家欢迎 这红烧牛骨髓真是美味啊 还有这道菜 鱼鳞洞 它真的是用鱼鳞制作的吗 当然了 这两道菜可是这家店的招牌菜 我每次来吃饭 这两道菜都是必点的 不过听说 做这两道菜的厨师 有段时间差点从这里辞职 幸好他没有辞职 否则 我们可就没机会吃到这样的美食了 传言间 黄师傅又在这里工作了四五个年头 他再一次来到了餐厅老板的办公室 递上了辞职信 黄师傅 做得好好的 你怎么又要辞职啊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老板 这几年我整了骨刺 而且越来越严重 最近痛得我都不能走路 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做不了菜的 黄师傅 我也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这样吧 你先回家休息几天 说不定休息一段时间后 身体就会好些的 骨刺哪里是休息就能好了的 老板 这次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黄师傅啊 你的那两道菜可是我们店的招牌 你要是走了 我们店可就没有招牌菜了 黄师傅 如果你真的想要辞职的话 那就请你把烹饪这两道菜的配方 卖给我吧 嗯 鱼鳞洞的配方可是我家祖传的 这事得容我想一想 好吧 黄师傅 我等你消息 然而一周过去了 餐厅老板都没有等来黄师傅的消息 因为黄师傅 他突然发病住进了医院 老黄 你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啊 别提了 前几天 我突然感觉身体起痒难忍 有时候 痒得把全身都抓住血来 也不解痒 结果抓破的皮肤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医生检查出病因来了没有 还没有结果呢 唉 前几天 我被骨子折磨得痛不欲生 现在 突然又染上了这个怪病 我究竟做错什么事了 上天要这样惩罚我 你做错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老王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救你的 救我 怎么救我 你还记得我当初的那场因果病吗 因为我造业杀生太多 结果身体像那些被蒸煮的鱼一样 痛得我撕心裂肺 当时我还劝你赶快改行 可是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劝告呢 现在可好 你也遭受到了果报 啊 你说 我也是得的因果病吗 怎么 莫非直到现在 你还没有醒悟过来吗 你这也是得到因果病啊 这些年你做了那么多的鱼鳞洞 结果你看看你现在身上的皮肤 是不是和鱼鳞一模一样呢 真的啊 的确很像鱼鳞 难道这是真的 这世上真的有因果报应 当初我遭到了果报 劝说别人向善时 别人也都半信半疑 直到果报降临到了自己身上 才后悔不已 更可怕的是果报都降临了 自己却还浑然不知 老王 我做的鱼鳞洞 用的可都是别人做鱼剩下的下脚料 难道这也要遭报应吗 你有没有想过 正因为你做的鱼鳞洞 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 所以才会有更多的人 慕名来点这道菜 结果最后呢 那些鱼鳞因为自己身上的鳞片 而丢掉了性命 还有你那道红烧牛骨髓 让多少牛儿在死后 还要惨遭碎骨取水 这难道不是你的错吗 啊 我原以为这些年 我诵经念佛 在餐厅里 只做那两道不算杀生的菜 会给自己积下福报 哪知道 我福报没有积下 反倒积下了一生恶果 没错 学佛之人杀生造业罪过更大 你也是对佛法了解太少 所以才会犯下这样的过错 老王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虔诚拜佛 彻底放弃杀生 用自己虔诚的心和善行 来弥补自己过去犯下的错 当初我就是这样做的 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每周我都会去河边放生鱼 当时我暗暗发愿 我过去杀了多少条鱼 以后我就加倍地放生回去 我明白了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做那种杀生的事情了 曾经老板一直想买下我鱼鳞洞的配方 那我就卖给他好了 以后我再也不做这道菜了 啊 你要将这个配方卖给别人 这不是让别人杀生造业吗 那些因此丧命的生灵 能和你没有关系吗 对啊老王 多亏你及时提醒了我 否则我无形中又造了一大罪业啊 哈哈哈哈 做厨师最大的障碍就是杀生 杀生的果报数不胜数 如果能改行做其他不杀生的行业 或者改做素食利益众人吃素方便是最好的 如果实在做不到 一定要想办法尽量少造杀业为妙 否则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找上门来毁之晚矣 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跨播 护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 跨播账号5032-3858 5032-3858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012-001 202-608 012-001 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斋 点灯 慈悲诗实 要供焉供 地藏菩萨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生命殿市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 暨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8月28日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直三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生命殿市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黄宝灿 暨余谐艳口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僧众主法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直三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火车 吃树的心是快乐的 护神的心是感动的